地位刘正豪 三号陪同的总统府秘书长 陈菊前往卫福部台东医院 和院方的医护人员进行座谈 并针对台东医院屋顶修缮 续开综合病房 成功分院医师缺乏等问题 来进行探讨 期盼可以获得中央协助 改善偏乡地区医疗建设 来提升医疗服务 因为我们现在协助来处理 成功分院的事情 因为成功分院它的 第一个它有它的必要性 立委刘正豪 邀请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前往卫福部台东医院 与院方医护人员座谈 针对目前院方所遇上的问题 如屋顶修缮 续开综合病房 成功分院医师缺乏等问题 进行探讨 互动医院其实在台东 过去多年来 几十年来 甚至上百年的历史 都陪伴着台东的乡亲 守护着台东乡亲的健康 那这几年来 这一二十年来 因为时空背景的转换 整个社会环境的转换 也面临对很多的挑战 那因为环境医院 就是因为它兼具了 一般医疗院署的这样的特色 它又是公务机关 所以公务机关我们国家 一般私立医院 也许不做的事情 国家都会以重责大任 要环境医院去做 所以这也是他们在 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面对的一个挑战 那我也希望期待 今天这样的一个会议 能够为能够来帮助 环境医院能够来解决一些问题 帮助环境医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台东乡亲 而秘书长陈菊在听完简报之后 也表示感谢医护人员 无私的付出 未来中央会协助处理 上述的相关问题 我们刚刚听的台东医院的诉求 这个跟我们所理解 偏向地区 所面临的问题 能等 大概了解的差异不大 不过我觉得台东医院 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很多先进的医院设施设备 包括核实或证 什么都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比较不足的 大概就是能力 特别希望 我们为护股在这个部分 能够可以大力的支援 立委刘兆豪邀请中央单位 到地方医院进行视察与座谈 希望能够获得中央的协助 让台东地区的医疗品质 能够获得实质上提升 病人也可以获得更多照护服务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道